正信的佛教没人教 正信的佛教没人教 为什么把满仪上师请来? 这个殊胜的上师 我的金刚上师 他有殊胜的传承 他这个是在最早的时候 他是追随时事班禅的 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外 大家知道达赖喇嘛 在藏传佛教的格鲁派皇教里面 有三大喇嘛 一大喇嘛就是达赖喇嘛 一个就是班禅 一个就是张家活佛 张家活佛基本上负责蒙古地带的 在青藏高原上 达赖喇嘛是负责布达拉宫这个区的 达赖喇嘛是前藏 班禅大师是后藏 后藏是青海 这个是中国的皇教的传承 他还不是大圆满的传承 藏人佛教分五教 有皇教 皇教叫格鲁派 是从中科巴大师开始 确立皇教 穿黄衣 戴黄帽 但是大家看喇嘛派的 穿黄衣黄帽的 他是属于格鲁派 皇教派 那么他的传承来自联华生 后来从中科巴大师弘扬开始 中科巴大师弘扬开始 中科巴大师涅槃的时候 他当时带了很多弟子成功 其中班禅跟达赖 还有张家 这三个成就了这个果地以后 格鲁派的中科巴大师不让他们入涅槃 你们要做众生的鬼犯师 要做活佛 要活着 要生生转世活着 活着来教化众生 这就是一个活佛转世 是黄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下呢 就诞生了这个三大活佛 所以满一上师的黄教传承 是来自石石半城的 后来他被这个格鲁派的很多佛佛 认证为转世 转世佛佛 认证为阿史黎金刚上师 所以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传承 那么他后期呢 现在在弘扬这个大圆满 为什么弘扬大圆满 因为他发现这个 所有的密 密教都叫瑜伽术 都叫瑜伽 都是炼相应法的 所有的法都有生体次第 跟圆满次第 一个法里面都有生源次第 你如果不得 句法上师的引导跟教授 你很难得这些传承 他发现这个大圆满的 阿迪瑜伽中的这个 大圆满薪水部分的 是十分的简便 就是成就特别快 后来现在他是 极力提倡大家用大圆满薪水来修学 那么同时他也是有白教 那大圆满是红教的 那么他也有白教 还有这个黑教 还有花教的传承 班禅大师涅槃以后 班禅大师给他介绍了几个很大的西藏佛佛 然后真正有修正的 然后让他去修学 修学以后他发愿这一生 就是红法的一生 他这个看当时的这个宗教政策 因为没有国家 以前是宗教寺院都是国家包垮 他发现宗教的事业 没有办法昌盛的原因是缺少资金 所以他最后就发愿 提倡这个财神 那么这些师父们的帮助 然后自己就建立一个慈航企业 所以他本身不是个出家的 他是有家庭的 但是他的结婚很晚 因为他这个班禅大师涅槃以后 他才结婚 他40多岁 结婚以后他就发行办企业 所以他的慈航集团 现在大概资产有20多个亿人币的资产 是相当成功的 相当成功 那么他这个成功了之后呢 他把这个钱拿去干什么呢 在西藏 就是大概之前是200多个喇叭 现在是供了可能500多个了 就是去捐钱 送去寺院去供养他们 因为这些大喇叭 他们重视实修实证 不会宣传 没有Facebook 也没有微信 所以是这个没有信众给他送钱 所以是这个满意上师 十分发心就去供养 这一供养 他们把法都就传给这个满意上师了 大家可能从一些视频上都看到 他走到各地 就是藏族群众活佛 把活佛集的都是满盈满节的 十里 跑出十里以外去见 那这个就是十分殊胜的一个 他自己做出来的 人不是说凭着自己的虚名 他是真心供养 所以他把这个企业的盈利 都用在供养这些大修正者上 所以大家记住 供养大修正者的这个功德无量 比你做什么功德都好 因为你供养一个大德成佛 那这个功德无量 那么他这个殊胜的功德 所以他把这个藏地的佛秘的系统 完整的都融在于身上 太多法了 所以我们找一个 大部分你们在南洋地区见到的佛佛 基本上是一个树枝一个树叶 会一个法的比较多 我就会这个我就会那个 一个法师他具组了 全部的传承的可能很少见 就是一派的 因为他们本身有帮派之见 我是红教的我就不学白教 我是白教的我就不学红教 等等的这些门派之见受舒服了 那么满意上是这样博大的循环 为众生请命 所有的这个佛法 佛法无量誓愿学 誓愿弘扬 那这种心量现在这个太少了 你们见到的很多法师都是 你是我的徒典 你是我的门派的 你不能学别的门派的 你不能学什么去别的 这一听都是什么 就是农历制时代的典型禅物 这个都不如法的 所以到现在大家要有智慧 冲破这些不如法的东西 要有智慧 我们是文明时代 我们是不属于任何人的 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真主 找到自己的佛殿 安住自己的佛堂 然后在自己的心殿中成佛 内成怪旧 你才真正的能够寄身成佛 寄此肉身成佛 而不是做其他的 但是对觉醒者要发问图强 寄身成佛 就是用此肉身 不是去了生死 就没生死了 在这肉身当下就没有生死了 永住永生中 不再有生死了 不是了生死 有生死还是个对立 我当下就没生死了 不生也不灭吗 哪里还有生死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去修 无上的瑜伽术 就是阿迪瑜伽 就是大亚满心水 那么这个是满意上师 具足了阿史迪资格 具备了传法的资格 但是去水分了 想到你走 阿迪瑜伽术 是可以渡划资格 就会渡划资格 你渡划资格 你渡划资格